来阳 古称昌阳 地处交东半岛腹地 是一座千年古城 除了来阳梨 恐龙 螳螂拳 书法等城市名片之外 还有一张特别的名片 今天寻味小组就要一起来探寻一下它的特别之处 日月出东来之阳 自然是钟灵玉秀 哈喽各位好 我是周元 今天有自有味的最后一站 我们来到了鲁花的摇篮 山东莱阳 今天的寻味之旅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都说靠海吃海 可是在莱阳 人们除了爱吃海鲜 还对一种美食情有独钟 它不仅营养丰富 物美价廉 甚至可以说唾手可得 那它究竟是什么呢 你好 月儿姐 周元你好 好 终于等到你了 欢迎来鲁花做客 总算是来到我们鲁花了 月儿姐 我可是吃遍了我们山东各种各样的美食 这都来到鲁花总部了 您肯定给我准备了一道大菜 是不是 是的 这道菜呀 你肯定没吃过 而且呢 这菜呢 是专门为您而准备的 滴滴鲁花健康全家 本节目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独家冠名国出 哎呀 月儿姐 这就是那道菜 是不是 是的 这就是固若金汤 金汤花生 尝尝 猜猜都有什么 哎呀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常菜环节 尝尝 嗯 这个里面有番茄汁的味道 跟花生的味道交融在一起 很特别 这个味道 之前吃过吗 从来没有 您呀 是第一个品尝我们这道菜的客人 其实这道菜呢 也是专门为咱们有滋有味栏目组做的 就是我们的一道创新菜 就是希望我们栏目的质量呢 能够始终如一 固若金汤 哎呀 太好了 做了这么多期节目 都是我们送菜给别人 今天是第一次有人把菜送给我们节目组了 真是太荣幸了 是的 回家了吗 九十年代 中国最好的花生品种叫鲁花十一号 它成熟饱满 出油多 生育期较短 数枣数种 在郊东地区五月上旬播种 九月上旬就能成熟 周元 你知道这个房子是干什么的吗 这个房子看起来跟别的房子不一样啊 没有窗户 是的 应该是一个储存空间是不是 是的 这就是我们鲁花花生油的一个放储油罐的一个大房子 它的这个房子呢 是全密闭的 而且呢 是住在空调房里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故事 创业初期的时候 我们老总的办公室是没有空调的 但是我们的花生油的储油罐 它是住在空调房里的 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恒温的状态 让我们的花生油保鲜保质 所以是为咱们的花生和花生油提供了一个最良好的储存空间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好 来 这边走 花生油的生产必须在无菌环境下进行 工人师傅们在生产线上兢兢业业 我们寻味小组也不想过多的打扰 问取哪得清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张燕提出要带我们去进一步探员 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好地方呢 周元 我领你到我们公司附近的这几个村子来看一看 这是我们典型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小山村 真好看 感觉一进这个村子 这个呼吸的空气都变得特别清新 是吧 我们周边的这几个村子几乎都是这样 那么只可惜你来的这个时间不太对 如果您能够在这个中秋节前后来的话 那个时候呢 你一定会赶上我们这个花生大丰盛的这个迹象 因为现在呢 在我们交通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植花生 现在呢 我们的花生呢已经入库了 现在我们的大姨大妈们正在忙着掰花生呢 走 我临近去看看我们交通的大花生 在来阳可以说是家家户户种花生 秋秋之后 大家围坐在家门口边 拉家长儿抱花生 这是一年的优料 一家人的花销主要来源 有这么远啊 它这么远 您肯定平时挺想它 这下有些景 比较方便啊 对 三天也有食品 你两位都就七十多 是吧 我吃七十一 嗯 七十一 平常咱家里这花生咋吃啊 大油 大油 你就是说大油 感觉这个吃起来就很香 六月儿你看我们这交通的大花生 它的它的个头都特别的大 对 我刚才就说这个花生添粉红 这颜色特别鲜艳 特别饱满 像这种又大又饱满的花生 它的触游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我们交通的这个大花生呢 它的这个维生素和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 所以说大家还是很受欢迎的 这种大花生 家家户户都种花生 离开这个美丽的小山村 张燕带周园来到了卤花的调味品工厂 调味品是做好一道菜的灵魂所在 一款宝藏级别的酱油 一定会提高菜品的口感 周园你听到音乐了吗 你猜这音乐是干嘛的 这个音乐肯定是午休时间 给我们员工放松一下心情的是不是 其实呀我们这个音乐呀 它是放给我们的酱油听的啊 给酱油听音乐 是的 这个呢 这一点我们得益于拍教的这个启示 我们认为这个酱油的菌种啊 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 因为它是微生物嘛 它在这种轻松音乐的这种环境当中 它会加速它溶解大豆和植物蛋白当中的这种营养 也会让我们的酱油更加的好 而且我们的这个听过音乐酱油的这种结晶体 和我们普通酱油是不一样的 它是呈血花状的 口味也会非常的鲜美 你看我们身后的这个酱油发酵仓啊 它是这种净酿仓 它是模拟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交替变化 所以我们的每一地酱油都是在这种 听着轻音乐的环境当中 经过365天的发酵 自然酿制而成 而且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所以它的口味呢会更加的纯净自然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领你到我们的这个车间去走一走看一看 你就会知道我们的这个酱油 到底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好 去看看 走 周元你看这台机器呢 就是我们这个酱油压榨机当中的一台 那么我们的这个自然线酱油啊 就是通过这个压榨机 把我们的酱油压榨出来 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 它是纯物理压榨 没有任何的添加的东西在里面 这种压榨方式其实也是最大程度的还原了我们黑豆原本的味道啊 是的 保质 保鲜 自然 倾向 滴滴卤花健康全家 本节目由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独家冠名国出 小小花生 虽不起眼 却含有你意想不到的丰富营养 吃生花生 能起到养胃的作用 因为花生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不含胆固醇 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是天然的滴钠食物 周元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就是我们固热金汤的研发者 年大厨 你好 年老师 你好 年老师 您这个姓是过年的那个年吗 呃 我这个姓是年豆包的年 年豆包的年 都是吃的文化 这个姓很特别啊 对对对 我们是小肃民族 我们这个是父姓 姓蜿蜿蜿蜿 哦 是一个父姓 真的是又能吃美食 刚开始就开始长知识 今天上午其实尝了您做的这道 固热金汤 这个口味特别好 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女生还有小朋友吃 所以特别想学一学这道菜 没问题 没问题 第一步要做什么 首先呢我们把花生 这个为了去皮啊 我们要用开水煮一下 哦 作为一个汤菜 如果带着花生的红衣一起烹饪 口感会偏硬 所以这第一步就是要去皮 煮过的花生 去掉红衣 一个个的小白胖子 自由地散落在碗里头 憨太可居 看着就软绵无比 圆滚滚的西红柿 一样要去皮 正面切个十字花 废水一煮 西红柿的外套就脱了下来 我们包好皮的西红柿 那我们可以开它改刀 我们锅烧热了以后 我们加入这个高油酸花生油 其实我们都说 卤化的高酸花生油的油酸含量呢 是高达75%以上 我一直特别想了解一下 这个75%以上是个怎样的概念 是这样的周圆 油酸的含量呢 是我们评定食用油品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通常呢 学术界会把高于75% 油酸含量的食用油 作为高油酸油 那么我们的这个 像这种原生橄榄油啊 它的油酸含量 大概就是在55%到83%之间 这款高油酸花生油呢 它完全可以媲美 我们的这个橄榄油的油酸含量 也就是说 这个数字其实代表的是 更健康更好品质的油 是这样的 它现在最符合中华美食的 这个食用油的标准 小火慢炒 把西红柿的汁水熬出来 加水后 倒入花生 再放入各种调料 剩下的事 我们就交给时间吧 压制15分钟 15分钟就可以了 刚刚刚调好了这个生粉芡 我们加到里边就可以了 好 出锅 出锅了 对 你看浓浓的这个番茄汁 和花生包在一起 那我们的这道 固若金汤就做好了 燕姐想把这道菜送给谁 我们把它送给我们的 高油酸花生的种植大户 也是我们今年的种植状元 戴国全大哥 好 那我们就把这道菜送给我们的戴老师 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咱们卤花高油酸花生的 种植大户 也是我们今年的种植状元 戴国全大哥 戴老师您好 我左手边这位呢 就是我们卤花齐鲁王府的 程良辰大厨 今天晚上的花生宴呢 就是他做的 哇 程辰大厨太厉害了 这么一大桌花生宴啊 咱花生宴大概有多少道菜啊 现在也研发了20多道吧 20多道菜 那桌上真是应该 非常有代表性的 我看这造型各异啊 那我 先尝尝 先吃这道吧 好不好 那个感觉造型特别奇特 这个菜的原料是什么呀 程老师 这道菜名的叫管鲍制椒 它是用花生芽跟鲍鱼做的 花生芽和鲍鱼 先吃一个鲍鱼 再吃一口花生芽 如何 这个鲍鱼的味道是有一点鲜甜 这个花生芽它本来就带这个甜味 这个两个味道融合在一起 可不可以有嚼劲啊 这两种食材呀 兴兴相吸 相等于当 所以呢 我们管它叫管鲍之椒 而且那个 就说你知道吗 这个花生变成花生芽之后啊 它里边的白鲤鲁醇的含量 非常的高 这个白鲤鲁醇是什么呀 哎 我们常说呀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这个葡萄皮当中啊 就是这个白鲤鲁醇含量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说喝红酒可以软化血管 降低胆固醇 而我们这个花生芽当中的白鲤鲁醇含量 要远远高于葡萄皮当中的这个白鲤鲁醇的含量 所以说它吃了对我们身体是非常好的 而且女孩子要多吃 它的抗氧化能力特别强 哦 怪不得说我们的这个花生还叫长生果 对对对 我种了这么多年花生 我也头一次听说这个这么好啊 对 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用这个花生芽来研发这些菜 因为现在人们啊 第一个是要健康 第二是美味 嗯 所以我发现咱们这个 其实花生的这个烹饪都不是用过分的调料就能烹饪 对对对 尽量是保持了这个花生的原汁 对 这个菜 这道菜有玄机是吧 来大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菜 这道菜是那个回香拌高于葡花生 对我们吃的话就我们把 把这个 好特别的仪式感 尝一尝这个菜吧 我发现我们这个高于葡花生 就这么吃起来都特别香 刚刚我们聊起来 嗯 说这个高于葡花生 您是种植大户是不是啊 啊 是的 您今天还带来了这个高于葡花生 是吧 哎呦 哎呦 花生 来 尝尝尝尝这个高于葡的酸花生 吃了以后咬味 这是今年新鲜的哈 对对对对 它这个口感吃起来有点高满啊 嗯 像咱们这个高于酸花生和普通花生相比 它有什么优势啊 老白生这块就是 你产量高 价格高 我们就种 刚刚说您是这个 种植状元 所以今年是瘦了多少亩啊 这个高于酸的这边就二百多亩 光高油酸就二百多亩 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 我们的鲁花高于酸化生的呀 嗯 也就最近四五年吧 嗯 嗯 这个鲁花的高于酸化生啊 我们第一年开始种了 谁也说实话 我们也就是抱着 给我们看看 看看它产量到底 跟它宣传的是不是那样高 结果我们种了 一开始种的不多 但是产量确实不错 但是它回收的价格也很高 嗯 比四草要高四五毛钱 你知道这样的话 我们说实话 也是增加我们的种植愿望了 我们都愿意种 包括老白生这块 老白生也有的跟我们种 这几年 我们种了高于酸以后 每亩地老白生能增加个四五百 嗯 说实话 老白生这个休育吧 也确实不错 也都很高兴 嗯 所以说我们害得继续种 只要是我们拽起来就种 花生 小小的种子里 蕴含着大大的能量 像那些辛劳的种植户 也像每一个平凡而努力的我们 我们的节目将告一段落 而生活中更多的滋味 等待着我们去亲历 耶 YES